他是法人,他是企业法人 这个从我们调出的结构看来讲 这是全民所有制 这个全民所有制的 而且它是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的话呢 它不具有独立法人制 独立法人是你们 法人是你们院长 曹家里现在你们能不能找到他两个 不是,他肯定的 他工作人员,我跟他工作人员联系了 怎么说能去 今天虽然没有见到和农民签订合同的 那位曹经理 但是工商部门已经认定了 即便是找不到曹经理本人了 作为经销厅法人单位的辽宁省农科院 也要对这起事件的承担责任 人无利益时,地物人一年 春耕时节,真是马虎不得 种子不好,真坑人呢 化肥有假的话,那也是一件大事 最近辽阳县工商部门 一举端掉了一个大型的地下假化肥的加工点 缴获假化肥近100吨 走进辽阳县马丰村的一个农家院 眼前出现的是一道道堆积如山的明优品牌化肥 经工商人员检查发现 这些化肥都是假冒产品 院里的三间平房 就是这个加工点的加工车间 地上的一角堆满了白色颗粒的化肥 旁边散落着包装袋封口机 整个制甲过程一目了然 检查人员在这间加工点内只找到了一名工人 这名男子表示自己只是这里的打经人员 对于加工点的生产销售情况概不清楚 检查人员了解到这家加工点至今已经存在了四个月 仿冒的化肥共有三个品牌 从这里流入市场的假冒化肥数量之大 已经难以统计 听说发现了假冒化肥的加工点 附近的村民纷纷赶来 对这种制甲造假的坑农行为都气愤不已 大家说近些年这种情况十分普遍 由于假冒化肥从肉眼上很难分辨 农民们很容易上当受骗 检查中 执法人员一共查获了近2000袋假冒化肥和生产原料 假化肥实在是太坑人 那目前的辽阳性工商部门已经同当地的警方成立了专案组 捉拿不法业主 追缴已经流入市场的假化肥 2004年内蒙古核桃地区发现了200吨的假化肥 8000亩农田险些毁于一旦 假化肥是什么模样的呢 这个包装袋上一般来说自己都不清晰 那一般通过油商来销售 价格肯定要比正品便宜 所以消协建议农民兄弟买化肥的时候 一定要索要这个正规的发票 一旦出现问题 绝收还是减产 这都是打官司的非常重要的证据 和发达地区相比呢 咱们东北人这个维权意识啊 其实还是不够强 比如说账单 这是商家应该给消费者提供的消费凭据 但是咱们多数人收到的所谓账单 是贴在门上的水电煤气费的收缴单 咱们都习惯了 但是韩国留学生李建帖 说什么都想不通 李建帖是沈阳师范大学的留学生 为了生活方便 他在校外租了一间房 他每天回到出租房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看看门上有没有催交美水电费的单子 就是经历过我们贴在门上什么贴着什么东西了 但是一般在韩国吧 一般这样的东西都是广告的 广告的 那我们也觉得还是那样的广告的吧 然后就不再就负那样 就去掉了 就就就冷掉了 过了15天吧 或者是好像是吧 然后就停电了 停电以后吧 我们特别激动的 激动的去那个房东 然后谈一谈了 然后我们猜 那个时候才知道那个 我们人的那个东西是对那张大 最让李建帖感到不自在的是 各类催款单上的欠子 这都是私人的东西 因为我们国家是本人才能看的 别人绝对不能看的 那就这样的话 比如说那个 好像是都是空开的 所以李建帖一见到门上这类催款单 马上就撕下来 生怕别人看见 其实在国外 消费账单往来邮寄 司空监管 每户居民每月 都会从自家的邮箱中 定期接到消费账单 收金啊 那个水费呢 我在东京一个人觉得是和大概一个月收到了三张四张的 一种发票一样 因为是已经那个一囊里已经我们那个存在的钱直接扣下来 然后以后那个已经找钱的那个发票 那个用那个邮寄来那个我们的 建单付费是国际上通用的消费付费方式 在美国每年人均账单拥有量已经突破500件 账单早已成为美国人日常消费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们国内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较起来的话 应该说我们的账单 这种这种数量 以及呢这个账单这种应用 这个应该说比发达国家还是低了很多 另外呢 我们国家自己发展也不是很平衡 你像经济最发达的上海 它的账单呢就表现得最多 在上海 每人每月收到邮局卸来的账单1.3届 是沈阳的21.6倍 美水电器等公共行业为用户提供账单 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现在上海市为消费者提供账单的领域 正在不断的扩展 很多曾经在上海生活过的人 来到沈阳都有一些不习惯 回沈阳以后呢 我觉得这方面的服务就差多了 现在我只能收到电信局的长话的账单 其他的都没有 我希望就像个人所得税啊 还有那个我现在买房子贷款 这个贷款的这个账单 都应该要 目前我省的消费账单入户率 跟我省的经济发展水平 极不相称 这里虽然有消费者的维权意识 淡薄的原因 但一些服务单位还没有足够的危机感 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所以这些企业可以说都是垄断企业 它这些年来 它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转化起来 你就造成了大量的问题的激化 我们会把这些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 带到这个银大会当中去 说啊 叫社会来共同来呼吁 或者通过立法的形式进行监督 消费账单到户率的高低 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 更是消费文明和消费和谐的标志 经营者和相关机构 主动向消费者提供消费账单 是大事所趋 企业 那么给消费者提供越来越完善的 越来越个性化的服务 它这种经营理念不断地提升 那么我相信这个账单 这种规模 以及将来使用的这种频度 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大 谁要内耀间国际化的大都市 硬件是国际的 这软件也得是国际的 每一笔消费都有账可查 这是最基本的规则 制定规则 遵守规则 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 但是时间一长 一切就会因此而变得非常简单 生活可以因此变得简单 但是我们的内心可能是最复杂的 有的时候深不可测 我们自己可能都不见得非常了解自己 今天我们就听到了一个人 因为400块钱 他的一个常常的忏悔 那其余呢 就是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在一次哄抢当中 他抢得了应该是别人的400块钱 这一年当中 他的内心时时刻刻都在挣扎着 这一次我想 当他写完了这一封 常常的忏悔信 交给对方 把这个钱也还给对方的时候 内心应该是最轻松 最释怀的时候 其实想一想 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 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们可能会因为 没有对对方说出一句对不起 或者是因为对对方的一个误解 给自己各种各样的理由而错过了 跟他解释的机会 而这成为了自己内心当中 一处不能被阳光照进的地方 可是如果让阳光照进 如果你说出的话 自己释怀了 那别人可能也会更理解你了 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时间 就是想让大家来说一说 自己曾经没有对对方说出的这样的 可能是需要说对不起的话 道歉的话 或者是忏悔的话 这个时候已经有观众把电话打进来了 我们先来接听一个观众的电话 看看他会说什么 喂你好 你好 听霞妈 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您 我姓唐 姓唐是吗 对 你好唐女士 我觉得首先我要说 我觉得你非常有勇气 能够在今天这样一个 特殊的互动话题时间里面 说出你内心当中 隐藏很久的故事是吗 我觉得受了观众的鼓舞吧 那个接近的观众 我看了那个故事之后 我就觉得 某人之间就有了一种勇气 想说的一个事 就是我老家是建平的 然后大学毕业之后 就在城堂有一份工作 收入还不错 自己挺满意的 然后有一次有一个老乡啊 老家的老乡跟我联系 然后我们俩就是约好了 说以后强来强往啊 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得到我的电话 当时我的同事就跟我说 说这人肯定是有事儿求你 肯定是有事儿求你 就说你最好还是不要 不要那个过于热情 然后过了几天之后 有一次我在开会 就真的又接到这个老乡的电话 因为在开会嘛 可能觉得这样又微不足道的人 和这个重要的会议相比 太轻微了 我就把电话给摁掉了 结果后来开完会很长时间 我没想起这个事儿 等我想起来的时候再打过去 他已经在我的单位楼下 等了两个多小时了 那是冬天发生的事儿 然后我出去之后 我发现他并没有什么事儿要求我 就是从老家来带来一点 他自己采的那个野菜 我 verder就一直通过去 我刚刚说的 我之后来面 我希望你交走了 我来到他的耳朵 我去做了我的耳朵 我来到你的耳朵 确起来 我做热情了 那你就不要